發視在地新聞 繼續來看新冠病毒的 疫情疫苗 今天是主席主席的第二天 來看這個新北市的阿東病院 一百六十名名字 總共主席完了 有位這個波蘭來的朋友 一早就來主席 他說歐洲疫情情驗中 可以生在臺灣主席 這麼回去歐洲 讓他很安心 另外來主席的民眾也說 難免也怕會有這個副作用 不過就要出國了 也是感覺說這個遺風車 先煮一煮的才來出國 比較安全 為波蘭來的Michael順利煮AZ疫苗 來臺灣出場結束 不可以去疫情淹中的歐洲 Michael學了臺灣的風油 做得真好 讓他感覺很安心 AZ疫苗開打的第二天 記者所在的亞東醫院 一早就出現不少民眾來報導 院方表示了一百六十個預約人數的名額 和第一天一樣都是額滿的 阿東病醫 遺有的人 除了有幾個是外國人 除了都是有事要出國的臺灣人 像以前就趕來病醫的 NICO 含尖尼 當他讓人照顧 不走去日本讀大學 那個血栓的問題 我就覺得很恐怖 其實蠻擔心 所以我現在很緊張 NICO很緊張 本來沒想要煮 旁邊的好幾碗給他加油 為了兩個人都順利煮好疫苗 那個真蠻細的 所以沒有什麼感覺 就現在那邊好像還蠻亂的 所以覺得打完疫苗 也會比較有保護力 對 覺得比較會有 統計到後一百六 全台灣醫療主婦 租疫苗的人數已經超過五千人 民眾都興趣 治療中心也會繼續跟疫苗 提供後是要出國的民眾來租 希望真加大家的奉獲力